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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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開始經濟三個禮拜 因為一個新的議題的開始 我通常會講得很慢 就讓你們慢慢的去消化 然後可能講到第三個禮拜 會稍微變得比較快一點 不過經濟其實這個議題 在人類學裡頭 它的重要性是 我們也是不斷在跟西方的 西方的經濟的概念做對話 那經濟其實會有三個切入的方式 一個是交換 一個是下禮拜談的生產 一個是消費 就是交換生產交費 是我們談經濟的時候 三個切入的一個approach 然後人類學的特色是透過一個 一個角度切入 譬如說透過交換這個角度 其實還是要了解社會文化性質 那我今天會先談兩個民族誌 然後透過這兩個民族誌帶入說 那人類學怎麼透過交換 來了解社會文化性質 然後交換這個議題後來又怎麼樣帶入 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的討論 那其實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我接下來要談的這兩個民族誌 都是一個人類學者Moss 他的書裡頭談的 他用了 他用了Melnowski 的兩本 就是Melnowski 對於西吉內亞做了非常豐富的民族誌 然後Moss 這一個人 他用了Melnowski 的民族誌 其實台灣都有翻譯本 很建議大家看一下 Moss 用了Melnowski 的民族誌 去進一步的談交換 所以我大概今天就是從 Melnowski 跟Moss 的民族誌開始切入 然後也很希望同學如果對民族誌本身 那些很複雜的面向有興趣的 可以進一步再去了解 這個是Melnowski 民族誌 在談的一個現象 這個是新吉內亞 新吉內亞周遭的島嶼之間 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儀式性交換 就是在島嶼之間 島民們在島嶼之間航行去進行交換 他們交換什麼呢 他們交換是西方人認為不重要的 貝殼座的項鍊跟閉環 就是項鍊跟閉環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認為非常珍貴的 有名字的項鍊 就是Melnowski 他一開始 就是Melnowski 的民族誌 他一開始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好奇 為什麼當地人願意冒著這麼多的風險 來從事這一些西方人認為 沒有價值的東西的交換 然後Moss 就從他的民族誌裡頭去談 那如何透過交換 來瞭解社會文化性質 Moss 他其實 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在人觀那個禮拜有談到Moss 他其實很關心的 他在交換這個議題裡頭 他很關心的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人不斷的被商品交換 或者是資本主義所異化 就是我們人跟人的關係開始疏離了 然後人開始被物所載至 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社會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就是作為一個大師 他背後一定有很深的人文的關懷 那Moss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包括我們在談人觀的時候 他是在跟西方的個人主義的觀念做對話 因為他認為西方的個人主義的觀念 帶來了很多的競爭或問題 包括各種的異化跟物化的情況 甚至個人內在的孤寂 所以Moss其實在談人觀的時候 是在跟西方的個人主義做對話 然後在談禮物的時候 他關心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受到各種商品交換所影響或載至 那到底我們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所以他整理的不只是 我今天要談了兩個民族誌 其實他書裡頭還整理了很多古今中外 包括西方社會從過去到現在交換的例子 他要告訴我們說其實即使在當代社會 在商品交換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當代社會 其實禮物交換還是應該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其實也還在我們的關係中運作 而且這一個禮物交換所經歷的關係 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就是他還是要提醒我們說即使在當代社會 我們還是在進行不同性質的交換 所以他接下來透過兩個民族誌來談 那交換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這個是他從庫拉圈開始談及 就從Menoski的民族誌 你知道庫拉的意思在當地的語會就是圈的意思 所以只要捲入這個圈裡頭的 其實都叫做庫拉圈 可是一開始Menoski在顯民族誌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非常重視這一個貝殼跟手環的交換 可是Menoski更進一步談說 其實這裡頭交換的不是只有貝殼跟手環 你要想一下當地人其實他們造舟非常不容易 因為其實造船是需要非常empirical 就是需要豐富的知識 而且在航行的時候他們要懂得去看海象 要懂得看天象 其實這一些知識 就是Menoski不斷在談說 當地人其實有他一套實用的科學的知識 包括他們對於自然海象或者是天象的認識 然後他們對於造船的知識的認識 可是除了這個實用的知識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另外一些很象徵性 儀式性的方式去建立關係 所以Menoski 的民族誌其實在告訴 也是在告訴西方人說 就是所謂primitive 不像西方人所想像的是技術落後的 反而他們有很豐富的知識在進行航行 然後Menoski 一開始是聚焦在 他們所交換的是貝殼座的項鍊跟手環 然後這裡頭會參與 就是會跟著船隊去航行 在島嶼之間航行的人主要有big man 獨木舟的船長 還有為復仇者做貿易的商人 這個復仇者通常是他們姻親的姐夫或妹婿 就是他們會為他們的姻親 他們就是這一些參與這個船隊交換的人 他們其實是在為他們背後的親戚關係 在從事交換 然後甚至big man 其實我們上禮拜我在談新潔淨亞 就是談得非常非常快 其實要談的是說 其實在整個美娜黎西亞的情況 是他們透過交換來建立所謂的權利關係 所謂的big man 就是他可以在大規模的疑似心交換裡頭 不僅為他的跟隨者去爭取最大的利益 就是換到跟隨者想要換的 而且可以很大方的贈語 他透過很大方的贈語 很慷慨的正義來吸引他的跟隨者 這是整個美娜黎西亞的權利的 很特殊的性質 我們叫做big man 就是他不是先天的 他是要透過大規模的疑似性交換 透過後天的這一些活動 去建立他的權威 甚至我們上禮拜也有提到說 所謂的經濟理性 所謂的權利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權利並不是在於擁有物資 而是不斷大方的潰震去吸引跟隨者 然後所謂的經濟理性 是有能力的人必須要付出更多 才叫做公平 這是big man 其實在人類學裡頭引發的一些討論 就是權利的性質或經濟理性是什麼 就是交換物參與者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是 其實這一些很有 就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去換來的 這一些貝殼做的項鍊跟手環 其實都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起源神話 甚至有那個擁有者 的特質 就是其實那一些寶物是有名字的 然後那一些擁有者會看著寶物 就意亂其迷 就是物本身有一種吸引力 然後讓人可以真的就是 對著那個物產生一種 我們講互衛主體 就是在跟物互動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物也賦予了很多人的特質 所以他談說其實物是有名字的 而且會具有這個擁有者的特質 甚至物在這個流通的過程中 也讓他的那個整個物的生命史 物的記憶可以更加豐富 就是物其實可以透過他的流通過程 去代表曾經有 就是他曾經 就是這個物流通過程中的 那個交換網絡到底是什麼 然後甚至他們會想方設法透過巫術 去要就是去希望對方可以把他想要的寶物 可以給他 然後這個寶物基本上就在島嶼之間 這裡談的 在島嶼之間順時針的方向去交換項鍊 逆時針的方向交換閉環 所以你一定是順時針的方向去給人家項鍊 然後在給的同時你不會同時收到一個項鍊 就是項鍊不等於項鍊 因為你如果是同時在那個當下的等子物的交換 就不叫禮物交換 所謂禮物交換是透過一個 就是他是一個建立關係的過程 所以我這一趟透過順時針的方向給了項鍊 然後我接下來透過逆時針的方向 我會拿到閉環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比較長時期的交換 而且他們不是項鍊等於項鍊 而是我這個時候給出去項鍊 然後我下一次可能會拿到閉環 然後他們就要去就是那個物跟物之間的等子與否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有一些衡量的方式 所以這裡其實重要有交換物參與者 然後物具有人的特質 讓你們想像到底是什麼力量 讓他們願意投入這麼多的時間造船 然後投入冒著風險在島嶼之間進行交換 等一下Moss會進一步談 就是其實這個交換他同時帶有很多的宗教跟儀式 道德的意涵 然後在這裡可以比較容易理解的是 其實我們在談庫拉的時候是環 是所有交同時進行交換的都叫庫拉律 可是美乃斯基那個時候 特別重視所謂寶物的交換 可是後來其實人類學開始在談說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不只他們在進行寶物的交換 他們還同時在進行各種不同性質的交換 包括Gimali 俗物交換 Wasi 以物易物的交換 跟薩加利在分配的交換 所以他們其實在做這個 這個貝殼做的項鍊跟手環的交換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同時在進行其他的交換 Gimali 就是那一種俗物交換 他們會在乎那個物跟物之間是不是等值 所以甚至要想方設法的爭取 他最想要就是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其實跟這個翻譯還滿 就是翻譯成極為力還滿貼切的 然後這個是俗物交換 然後以物易物的交換是 就是住在海邊的部落跟住在內陸的部落 所進行的漁獲跟農產品之間的交換 就是他們互通有無的一種異物的交換 然後再分配的交換 他其實是譬如說有人要舉行葬禮之前 其實他的親戚們都會贈送給他一些物資 然後在葬禮的時候 那一個當事者他會把這一些物資進行再分配 其實你們要想像說 其實他們的親屬關係可能是遍布不同的島嶼 所以他們也透過這個過程中 其實在進行一些再分配的交換 然後再分配其實平常也會有Big Man 就是Big Man他如果要造房子的時候 他的跟隨者會去幫助他造房子 然後Big Man也會 就是他們的跟隨者也會給予那個 Big Man在造房子的時候的一些物資 然後Big Man在新屋落成的時候 會再把這些物資進行在 就是再分配的一個交換方式 就是其實重要的不只是所謂貝殼座的項鍊跟手環 重要的還有在這過程中 他們還同時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換 而且這個整個Colaring 的過程 也是他們進行其他的活動 包括參與成年禮、婚禮、上禮等等活動的一個場域 所以這是我們在談整體的社會現象 不只這個物本身他有他的名字 然後物有一種力量吸引人進入這個交換的網絡 然後透過這個交換的網絡 他們要建立更長期的關係 而且這個交換裡頭其實還 摻雜的各種其他物資的交換 包括日常的物資 然後包括各種互通有無的物資 或者是再分配的交換 還有在這裡頭其實也是他們去參與各種活動的場域 就這樣講起來你們會比較容易理解嗎 就是為什麼他們願意投入這麼多的心力 來從事這一個好像象徵性財物的交換 其實我去過那個星級內亞 然後想方設法 就是用當地人的方式去換了一條項鍊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把那個項鍊寄給一個 我在美國要結婚的同學 然後我記得我去郵局寄的時候 那個郵局的行員就說 你為什麼要花兩千塊的郵資 來寄這個沒有價值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就深刻的感受到 其實那個物的價值必須要放回那個文化脈絡中 就是在當地人其實那個物本身 他所具有的那個 因為物本身他在交換流通的過程中 他也負載的關係 然後因為物又有他作為寶物 他又有他的起源神話 或者是各種神話傳說 然後他有他的名字 其實在那個物的交換的過程中 也有一種宗教的力量正在實踐 那可能就是要放回他們的那個文化脈絡中 才可以理解 好 這個是第一個 禮物交換 應該還算容易懂嗎 好 然後第二個 在那個莫斯的The Gift這一本書裡 他談的另外一種交換 叫Poletch 其實我們在第二週有看到影片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Quacuto Quacuto Society 我等一下再給你們看兩個 很短的YouTube的影片 大概你們會再回憶 就是會有一些印象 那夸富豔其實 你們想像嗎 他就是一個很大規模 我要表達自己慷慨大方 甚至在這過程中會毀損物資 如果你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你們記得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他們已經轉化成為 在那個夸富豔的過程中發錢 就錢的意義必須要透過這個過程 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很多物資 也必須要透過這個過程 才被當地人所理解跟接受 那夸富豔一般是在西北美跟東南亞 就是西北美Quacuto Society 就是Quacuto Indian 我這裡還是用Quacuto 是因為在所有人類學的學術文本裡頭 都用Quacuto 雖然他們有他們的支撐 不過這裡我就是要解釋一下 我們講那個Quacuto Indian 是真的從很早前一直到現在 人類學的文本裡頭用的語彙 他分佈在西北美跟東北亞 然後他們交換的是什麼 在這一個夸富豔裡頭 就是一個有權利的人 就是有聲望他會找了 不只是自己部落 還有臨近部落的人來參與 然後在這個參與的過程中 這一個有聲望 他會很大方的去給予物資 甚至在這個過程中 他會毀損很多很重要的物資 包括他們認為重要的 就是非常具有神聖意涵的同感 同感也是會有他的名字 然後會有他的起源神話 會有神性的內涵 就是在這個交換的過程中 不只是那個有聲望很大方的 給予參與者各種物資 而且會毀損他們認為非常珍貴的 銅感 毛毡 金魚油 甚至燒毀房屋 所以我們就是翻譯成誇富豔 就是他要表達他是多麼的富有 那這個要怎麼理解呢 這個MOS 的理解是 這個過程是人跟神的交換 因為他們認為這一些珍貴的物資 銅感 毛毡 金魚油 就是起碼是銅感 銅感跟毛毡其實有他的名字 甚至房子 我們在第二週有談到說 他們房子是有 是有他神聖性的存在 是有名字的 是有儀式的特權 所以他們認為說 當他在毀損這一些珍貴的物資的時候 是一種人跟神的交換 因為他們認為這一些財獲都是來自於神 所以透過毀損的過程 其實是在還到神的手上 然後同樣的跟那個 就是跟辛吉尼亞一樣的是 寶物具有人跟神的特質 就是寶物有他的名字 他其實有一些神性的存在 然後擁有者在擁有他的時候 其實也會賦予很多個人的特質 所以他們在燒毀的過程中 其實是人在跟神做的交換 這個可以接受嗎 那當然會有一些不大一樣的解釋 就人類學中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解釋 就是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 就是一個互通有無的過程 因為每個部落他的生態環境不一樣 他有收成的時候也不一樣 所以透過這個過程可以確保每個部落 其實都可以有足夠的物資來生活 就有的學者是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 然後有的學者是從資本主義的進入來看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你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 其實他們現在的跨腹驗是在發錢 所以透過資本 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分析 其實學者有一個叫沙林斯的學者 我有放在那個syllabus裡頭 他其實在談的是說其實資本主義到每一個地方 都必須要透過當地非常獨特的方式 來轉化資本主義的意涵 然後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當地人願意接受資本主義 就是西方人帶來大量的物質 然後要跟他們交換各種的漁獲品 就因為他們靠海有非常豐富的漁獲品 為什麼他們願意跟外人去從事交換 因為這一些外來的商人 其實提供了大規模的物質 提供他們可以做跨腹驗的時候 大方的鎮語或者是大方的騷毀的同感 所以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的一個學者 是強調說其實資本 為什麼當地會有這一種大規模的交換或毀損物質 或許過去有 可是規模沒有這麼大 可是是在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因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他們 在Purlach跨腹驗過程中所需要的這一些物質 跟這一些豹物 所以當地人就因為這樣而願意 跟接受跟西方人的各種貿易的行為 而且他們把跟西方的貿易行為 得到了這一些物質 整合進入他們的跨腹驗裡頭 然後重新去賦予錢 賦予這些物質新的意涵 所以他們也避免被資本主義所異化 資本主義的異化我們下禮拜再談 到這裡OK嗎 那我談的這兩個民族字 其實Menoski的民族字可以談得非常精彩 你看還有兩本 可是我大概再講下去 就真的這個禮拜會講不完 所以我大概就是先簡單的告訴你們 大概這兩種交換 那MOS要談的是什麼 那如果你們對於新吉內亞的交換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那個Menoski南海鄉人那一本書 是還滿值得 就是還滿可以當故事書慢慢看的 就是Menoski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在反省自己 然後不斷給予自己非常高標準的 其實後來有一個那個進入片 是Menoski的傳記 可是我可能上課的時間沒有時間 就沒有時間放映 可是我只告訴你們說 如果你們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再找南海鄉人的書 或者是找Menoski的日記來看 或許可以當作你們報告可以進一步發揮的 那我大概很簡單的講完這兩個民族誌 其實這兩個民族誌真的是非常精彩 那就很希望你們再進一步去看 那其實我要回到MOS基本的論點 就是我談說 其實人類學透過一個議題的切入 要了解整體的社會現象 所以MOS就提出說 禮物交換是宗教法律道德經濟乃是美學 他絕對不是只是經濟的 他裡頭是宗教的 是法律的 是道德的 是美學的 我等一下給你們看一段短短的 YouTube上的影片 就是在談說 其實對當地人而言 譬如說 對辛吉利亞這一些島民而言 最嚴重的懲罰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讓他不能夠進入交換關係 不能夠去跟人做交換 他就沒有辦法去建立他的社會關係 甚至沒有辦法去建立他的權利 所以他其實不是只是經濟 他其實也是道德的 是政治的 是法律的 就在交換裡頭有很多的相關的規範 甚至他是美學的 因為那個物本身其實是非常 就有一套當地人的美感 或者是當地人因為給予那個物 太多的神話傳說跟故事 所以他們的美學本身其實是 包含在那一套他們的歷史記憶 或者是他們對於這個物的各種的想像 就是Moss 要談的是 其實禮物交換是一個整體的社會現象 而且重要的是 所謂禮物交換的基本原則是一個 全面償付的原則 所以所有的人跟物只要進入 這一個交換的網絡裡頭 就產生本質性的改變 就是本來只是一個一般的物 可是他只要進入交換的網絡裡頭 他就變成 你只要進入交換的網絡 所謂全面償付原則就是 在這一個網絡裡頭 你必須有給禮的義務 然後對方要有收禮的義務 而且你要有還禮的義務 就是給禮 收禮 還禮 就變成全面償付原則裡頭 一個很基本的關係 就是任何一個物 他只要進入交換網絡 這個交換網絡 他就變成了這一個正義者的一部分 有了道德的強制力 而言有物品 有本質性的差異 就是禮物交換是 你只要捲入這個網絡 你所具有的那個物 就有很不一樣的特質 他就有一種 就是具有你的 不只具有這個擁有者的特質 他就有一種魔力 讓你必須要去收禮 必須要回禮 你可以想一想 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 其實還滿豐富的禮物交換 就是有同學有寫過共筆 之前也跟同學分享 就是在那個很辛苦的 我在英國求學很辛苦的過程中 真的必須要透過彼此才有辦法存活 我剛剛說其實全面償付原則 就是任何一個物質 要進入這個交換的網絡 他就有本質性的改變 你就被捲入一個 正理 收禮 回禮的這一個交換關係 而且這個物本身就會開始具有這一個 就是開始具有人的特質 而且 就是這裡要談的是 其實在這一些我們談的 primitive society 裡頭 物不只具有人的特質 而且它背後代表的是一套信仰 就是所謂的被正義者 就是這一個物體本身是有精靈 或者是力量 迫使接受者必須償付 我這裡接下來要談的是那個 毛利人的例子 就是我們其實交換在我們的社會中 其實還是不斷在進行 而且我們在交換的過程中 我們絕對可以同意 我們是把自己的一部分 自己的特質交 就是跟別人做交換 或許大家也可以區分你 或許你的網絡中 也有各種不同性質的交換 就是你最真愛的人 然後你把那個可以代表你個人特質的物 交換出去 或者是一般性的 譬如說有時候那個什麼聖誕節的正義 有時候就是真的 好就是真的有一些社會的壓力 要去做交換 你不見得真的覺得那個物會代表你的特質 可是我要談說在primitive 裡頭 其實他們這個物本身是有一種力量 有一種spirit 或者是power 所以當那個物進入交換的網絡裡頭 他就讓所有的人都捲入那一個 就是讓那個物可以做為一個連帶社會 建立社會關係的一個中介物 那這裡要談毛利人的例子 就是我談說其實這個全面償付原則 背後是有一套宗教的信仰 那以毛利人的例子 他們認為所謂的物本身是有一種力量叫做好 然後這個號這個物本身有這一種靈力 然後這個號是來自於他成長的地方 就這個物他最早的那個氏主 號是來自於他成長的地方 然後來自於那個力量是來自於他的本鄉 來自於他所成長的地方 所以當這個物被交換出去 其實這個物的力量是他還會想要回到他的本鄉 回到他自己成長的靈域跟氏主 回到他主人的身邊 所以這會帶來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這樣的一個信仰 因為物本身是有靈力的 然後他會想要回到他主人的身邊 所以會帶來一個結果 就是這個物不管經歷什麼樣的交換的網絡 他一定會回到主人的身邊 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 譬如說 A B C D 這樣一直交換下去 那個物從 A 到 B 從 B 到 C 從 C 到離子下去 可是他一定會從最後一個交換者 再回到最早的交換者手上 可能用同樣或不同樣的形式 就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常會看到的 其實他回到我身上是用不同的方式 回到我們的身上 這會不會有點抽象 就是我舉我自己的例子真好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曾經分享過 其實在我自己的田野的過程中 因為我最早是做泰雅的田野 然後我做的是一個尬尬的觀念 那尬尬我後來其實 就是那個尬尬過去的研究者 都認為是一個社會組織 可是我後來長期的田野工作 我發覺其實尬尬的內涵非常的豐富 他包括了戒律 包括儀式的規則禁忌 然後包括儀式裡頭的忌持 甚至我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發覺 其實尬尬代表人的特質 人的能力 我可以講故事 我覺得今天要講好聽一點的故事 就是那個我後來其實在 就是田野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是因為 你在田野過程中 會有你原來想像不到的一些發現 然後我那個田野的情境 是有一天我的乾爸爸的殷兄弟 就是他妹妹的先生獵到山豬 然後找了很多他的姻親們 去分享那個山豬 然後在那個分享的過程中 他們這一群平常非常嚴肅的太擾繞人家 就開始七嘴八舌 然後每個人都非常的興奮 然後就開始去講 我的嘎嘎是什麼 我獵山豬的嘎嘎是什麼 你獵猴子的嘎嘎是什麼等等等等 然後我後來才發覺原來 後來其實在那個場合裡頭 他們太興奮了 我沒有辦法做什麼方采 就不斷的記得每個人講的是什麼 然後事後我就問我乾爸爸 什麼叫做獵山豬的嘎嘎 什麼叫獵猴子的嘎嘎 然後我乾爸爸就告訴我說 其實嘎嘎也是一種 你遵守規範禁忌 學了忌持之後 內化成為你的一種能力 然後我後來就從這裡開始去發展說 其實嘎嘎有各種不同的性質 然後每個人可以在不同的場合裡頭 去跟不同範疇的人交換跟分享不同的嘎嘎 譬如說在竹林記的時候 在播種記的時候 甚至後來當教會進入 然後現代的教育進入 他們也把他詮釋為一個現代的嘎嘎 所以後來我就講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其實我做泰雅族的田野研究 然後開始去談嘎嘎 然後發覺嘎嘎是一種內在的一種 就你透過實踐各種的儀式的規則 禁忌學習各種的忌持 或是後來的各種的現代的知識 而內化成為你的一種能力 然後這種能力是要去跟別人 去做各種不同的交換分享 建立不同性質的社會關係 然後我因為在這樣的田野過程 你知道田野做久了 其實你就會內化 很多很多的觀念就會內化成為你的一部分 然後我做田野的時候 其實受到當年很多很多的照顧 就是我的乾爸爸 就是我們部落的人 其實從來也沒有問過我 就是我那個時候就是一個研究生 他們也不會覺得我必須要回饋什麼 起碼他們認為 不需要立刻有什麼樣的回饋 就是他們只是覺得我很可憐 就一個窮學生到了當地 然後就非常照顧我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我現在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例子來談說 其實我現在有能力 然後我也會想幫設法想要回饋給部落的人 譬如說我們博物館 其實跟部落辦了很多的合作撤展 或者是我去辦工作坊 然後我今年有申請到一個 教育部的社會實踐計畫 我想要帶回去部落在部落開課 然後部落可以做各種 我們博物館產品的複製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例子來談說 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談的禮物交換 所謂禮物交換 並不是在那個當下就要完成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長時間的關係 然後有一天我能夠做的 我能回饋跟我當初會給的 其實它不是同樣形式的東西 可是就是有一種力量 我稱呼為嘎嘎的力量 其實就是它就會內化成為你的一部份 你會不斷的去做這樣子的交換 就是你其實一個田野 一定是你會用當地人的方式 在跟當地人建立關係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其實 因為其實在 在就是我自己那個田野部落裡頭 其實整個生命移禮的過程 是非常非常長的 就是從我開始訂婚 那個訂婚就非常的複雜 他們要幫我選 那個我就太細了我就不談 就是從訂婚結婚 你們好像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就是我跟我先生都是漢人 可是因為我有乾爸爸 然後我先生回來 就是我們在英國認識 然後我們回來之後要 就是我乾爸乾媽要幫我們辦婚禮 他要幫我先生先找一個 不在禁婚範圍裡頭的乾爸爸乾媽媽 就是非常複雜的一些嘎嘎的實踐 所以從訂婚 從提親 提親就是要 雙方要開始去確立他們的親屬關係 不在禁婚範圍 然後我乾爸乾媽要幫我 先生找一個不在禁婚範圍的乾爸爸乾媽媽 其實非常的困難 就是他們要記得那個五六代以前的祖先到底是誰 就是從提親訂婚結婚 然後後來小孩子出生小孩子成長 其實都是一個長時期的一個禮物交換 然後其實這一個過程的禮物交換 是在我小孩子大概十歲 就在他們的交換網絡裡頭 小孩子大概成長到譬如說十幾歲之後 會進行一個結束這個過程的交換 那當然又開啟了另外一個交換的網絡 然後我小孩十歲的時候 我就是回去送了兩桶珠 就表示說 這一個交換網絡先告一個段落 我用這個例子其實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交換是一個非常長時期的 而且這個裡頭有一些文化的規範 而且這個文化 我一直要強調說 文化不是一套抽象的觀念 它其實已經內化成為你的一部分 成為你的一種精神特質 或者是某一種力量 或者是這裡所談的一種精靈的力量 這個有沒有比較具體一點 就讓你們了解說 其實那個交換所建立的長時期的關係 然後這裡頭所具有的那個文化 你們可以想一想在我們的文化中 會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很重要的力量 讓我們不斷在實踐各種長時期的交換 那這裡其實Moss 要談的是 其實這個所謂的禮物交換 它背後會有一套文化的觀念 甚至物本身是有精靈的 甚至物本身是有那個 就是是帶有人的特質 然後保有別人的特質是很危險的 所以當你拿到一個東西 你拿到這一個原來擁有者的特質的時候 你一定要再把它交換出去 因為你去擁有一個人的特質 本身是危險的 所以這其實是牽涉到他們的擁有 他們不像我們 我們當代是認為我們要擁有什麼東西 才覺得很 我常常講說因為我們當代的人 其實內在很空虛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 透過擁有東西來滿足自己 而對他們而言去擁有一個人的特質 擁有這個物本身是危險 他要不斷在把它交換出去 那這個就是Moss 要談的 他要談的 他透過 透過Klarin 透過Kwafu Yan 其實要談的是禮物交換 經濟不是只是經濟 他同時是政治 法律 道德 跟宗教 美學的 這裡OK嗎 所以這裡其實是在回應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當地人是以特殊的方式 每一個地方的人 每個文化 會以特殊的方式來表達 像全面償付原則 譬如說美安尼西亞的島民 那個辛吉尼亞旁邊的島民 他們是用Kula 來表達這個償付的原則 所以透過Kula 他們其實不只是在進行儀式性的交換 也在進行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的交換 然後也是進行各種不同的 上禮 成年禮 婚禮的一個場域 所以其實重要的是 Moss 要談的是 其實Primitiv 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來表達非常豐富的意涵 譬如說像Kula 譬如說像Hao 或者是像Kuafuye 好像我們要把它只是談某一個現象 其實都簡化了那一個概念本身的豐富性 就像我剛剛談的GaGa 其實GaGa它本身就是 可以你再分析下去就非常豐富的內涵 然後甚至在 就是當代的一個脈絡之下 GaGa可以跟很多的當代情境結合 譬如說在種植經濟作物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去談說 願意教別人知識的人 其實就是具有GaGa的 因為經濟作物的種植 其實是一套新的生產知識 所以他們其實那個文化的豐富性 就是他可以在不同 甚至在變遷的情境之下 他不斷去轉化當代的情境的意涵 而且就讓當代情境其實可以 當然文化也在改變 可是讓當代情境即使是資本主義的 經濟秩序都可以具有當 就是可以重新去建立一些人跟人之間的連帶 到這裡OK嗎 就我這裡的重點是要談說 其實經濟本身它不是只是經濟 它其實是包含了 政治經濟法律美學 然後他必須要從當代的文化觀念來加以理解 你們可以稍微想一想 你們周遭有沒有什麼 你們覺得非常重要的理 就是你們對於你們很重視的人 會交換什麼東西 然後在交換過程中 是把你的某一些特質跟別人做交換嗎 我講我們同學曾經分享過的例子 他說有個同學就說 他跟他女朋友在交往的紀念日的時候 他真的是想方設法的準備禮物 他把他們這一年所去過的地方 他所坐過的車子的所有的票券 把他貼在一個本子上 就是代表他們這一年的非常美好的回憶 結果後來他的女朋友送他 據那個學人講 他女朋友送他的是一條在公館的路上 就是在公館夜市會買到了一條銀色的項鍊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人實在太不用心了 然後他們的關係就 後來他們就分開了 所以我常用這個例子來告訴同學說 禮物要好好的選 你們可以或許討論課的時候 你們他會覺得交換其實在我們當代裡頭 其實都還是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 然後也有同學會分享說 那父母跟子女的關係是不是一種交換 就是父母撫養小孩 然後小孩後來要回饋父母 然後我會問他說 那你們交換的只是這樣嗎 其實中間有很多精神特質的交換 如果你要用交換這個語彙的話 這個就留給你們 就是我希望其實 因為MOS 基本的關懷 就是即使在當代社會 其實我們都還是有各式各樣的交換 所以讓我們不會受到資本主義之下的 那一種人跟人的 各種的物化跟異化所影響 那這個就留給你們討論課的時候再討論 那我這裡接下來要進入的是 那透過這一個討論 其實人類學怎麼樣跟西方的經濟的概念做對話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那個時候的這一些相關的研究 怎麼樣跟西方人做對話 其實我第一堂課就在談說 其實人類學一直很希望去反轉西方 對於Primitiv的刻板印象 甚至透過對於異文化的研究 可以重新來反思西方的社會文化特質 那在這裡我要談的是 這一本書裡頭 就是在1968年 有一本《經濟的內學》裡頭 是《經濟的內學》裡頭 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Debate 就是形式論跟實質論的爭論 那Meinowski 代表的就是實質論者 他認為說西方的經濟學的觀點 無法了解非西方的經濟現象 所謂非西方的經濟現象 必須要透過非經濟的因素來理解 必須要從當地人的觀點來理解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Kurari 而且他在跟西方的對話 是當時的西方人認為Primitiv是經濟人 就是認為說他們非常窮困 必須要花很多的力氣來從事經濟的活動 可是Meinowski 他舉了一堆反例 包括他們要換這個 就是他們去做Kurari的交換 這就是耗時費力 可是他們還是在做這些儀式性的交換 因為他們要建立更長期的社會關係 然後他也以芋頭為例 就其實他們的 Meinowski 做田野的地方在出布蘭島 那時候有去出布蘭島 就真的看到Meinowski 所描述的 就是Meinowski 說 其實他們的生產不予匱乏 所以他們會把芋頭做各式 他們會生產非常多的芋頭 然後甚至會把他堆在家屋的門口 讓那個芋頭爛掉 就堆在家屋的門口 一方面就是展示 然後會讓他甚至就是讓他爛掉 表示說我是一個這麼物資豐富的人 或者是他們會有 就是那個芋頭會拿就是在各種 比如說造船造屋或者是婚商喜慶的時候 會去送給當事人 給那個big man 或者是當事人做再分配 或者是他們會送給姐妹的丈夫 因為在出布蘭島其實是母系社會 所以那一個就是小孩子是屬於他媽媽的兄弟這一邊 所以在小孩子成長過程中 媽媽的兄弟會不斷正與那一個 他姐妹的丈夫這些物資 然後慢慢這個小孩就屬於那一個 媽媽的兄弟那一邊的 那其實有同學之前 有問過我關於阿美族是不是母系社會 那我只能告訴同學說母系社會這個討論 您如果回想到我們經濟第一個禮拜談父系 我已經談說父系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母系也是 就是你可以從社會組織的層面來看 然後可以從象徵可以從實踐 甚至從歷史過程來看 所以這個母系應該要quote起來 可是在這裡頭用母系的意思是 比較從組織的層面來看 就是這個小孩子 所謂組織的層面就是 所謂小孩子的成員身份歸屬 小孩子是歸於哪一邊的 然後財產怎麼分配 然後居住的方式 這是從組織的層面來看 就是從這個層面來看 其實當地人是母系社會 可是母系其實還有牽涉到象徵的異象 然後牽涉到各種實踐的過程 那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在這裡多談 不過我要談說其實 美濃斯基在翻轉那個西方人的印象 就是在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他們的生產並不於潰滑 甚至他們可以做很多疑似性的活動 可是有一個不同意這個觀點的 叫形式論者 就美濃斯基基本上的實質論者 就實質論是強調 文化如何樹模經濟 必須要從文化觀點來瞭解 什麼是經濟 就是我剛剛談的美濃斯基 almost 都是 可是形式論者比較是經濟學者 他們強調的是理性化跟極大化 是人類普遍的原則 所謂理性化跟極大化就是 人是理性的動物 是在有限的資源跟手段之下 要去追求最大的滿足 這是經濟學對於經濟的一些假設 就是他們中心其實沒什麼對話 可是後來一個解決方式 就是結合了形式論跟實質論 就是還是同意 其實每個人都還是在有限的手段跟資源之下 要追求最大的滿足 可是差別是 每個文化對於什麼叫最大的滿足 什麼叫做追求的目的 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在當地其實他們也會想要想方設法 去換到那一個非常珍貴的寶物 可是因為這個追求的目的不一樣 其實那個整個過程就非常不一樣 譬如說他們在換那個 就在骷髏綠裡頭去換那個貝殼 或者是手環的時候 他們要表現得非常的慷慨大方 就是包括那個要 要去跟別人從事交換的人 他必須要非常謙虛的說 我這個東西實在是非常沒有什麼 很不好意思來跟你做交換 然後那一個要接收的人 他就要表示一副非常不屑 你這個東西我根本不在乎 然後必須要把那個交換 就是那一個要來做交換的人 要把這個寶物丟在地上 然後那個要 就是那個接收者就好像 很不情願的把他撿起來 雖然心裡是愛到不行 可是他裡頭必須要不斷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慷慨大方 就因為那個追求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裡頭其實會有很多的 各種儀式化的行為也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形式論跟實質論後來的一個 結合的方式 可是這個結合方式我們好像覺得 好像就是很表面的和諧 所以人類學其實接下來會關心的是 所謂的經濟跟非經濟的層面 到底要如何的去結合 那就是我們下禮拜會談到 馬克思主義談的 其實他要談的是 經濟跟非經濟之間的關係 當然馬克思主義會有一套 他自己對於那一個 經濟具有支配力的一個論述 就是形式論跟實質論是人類學的 第一個debate 然後後來好像就 就好像大家都可以說得過去這樣的結合 可是他還是沒有很根本的去解決 那經濟跟非經濟之間 會有一些更動態的關係 他的那個結合的方式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下禮拜 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會進一步去談 這個是同樣在那個形式論跟實質論裡頭 其實有一個叫Pleni的人 他進一步 他其實也是一個實質論者 可是他進一步是把經濟分為三種類型 他把交換分為三種類型 就他認為經濟制度有互惠的再分配的跟市場的 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社會性質 在互惠跟再分配的社會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其實是所謂的經濟是鑲嵌在文化價值跟社會關係當中 他沒有辦法獨立出來 你必須要透過當地的文化價值才能夠去理解經濟是什麼 而且在互惠的社會裡頭 社會運作是靠著人跟人的互動過程進行 所以你有贈禮、收禮跟回禮的義務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 再分配的社會裡頭 一般是在中央集權的社會 有比較精巧的政治組織來從事分配 其實我們當代有某一些再分配的性質 就是社會福利制度 就是由國家收稅 在進行各種福利的分配 然後在互惠跟再分配的制度裡頭 經濟都是仰賴非經濟的制度在運作 經濟並沒有獨立的邏輯 而是鑲嵌在社會制度跟社會關係當中 就它是embedded 那第三種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 仰賴市場機制運作的西方社會 是透過貨幣來衡量價值 就是物本身是有它固定的價值 然後有貨幣 而且貨幣基本上我們叫all-purpose money 就是又透過貨幣作為一個衡量的標準 它是可以來換各式各樣不同的物 這是我們當代的市場經濟 我們接下來就進入 不可異化的物的討論 前面是在談交換作為整體的社會現象 可是接下來這樣Moss 的一個論點 雖然在人類學裡頭的影響力非常大 可是還是有學者提出一些不同面向的討論 Winner 就提到說 其實我們如果只是談互惠 過於本質論 好像所有的關係是平等的 他覺得 就是Winner 基本上的論點是 即使是 primitive society 其實社會文化都是一個 不斷在變遷在創造的過程 我們不應該把所謂的 前資本主義社會想得過於靜態 就是他們其實也是一個 文化非常豐沛不斷的在創造的過程 所以他認為要從物的意義的改變來了解 那他就開提出所謂不可異化的物 就是他認為互惠的論點過於本質論 忽略了交換背後的差異跟接續 所以他就 focus 在那一個交換中的物 他叫做不可異化的物 不可異化的物其實是連接到我們 剛剛所談的 其實那個物是具有人或神的特質 而且在給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沒有脫離跟原來的擁有者之間的關係 就是即使物給出去 那原來擁有者的那個力量 或者是原來那個氏族的力量 其實都還是維繫著這個物 跟原來擁有者之間的關係 這是他談的不可異化的物 那他基本上從兩個論點來談不可異化的物 他說不可異化的物 他基本上是有起源神話有歷史傳說 就是所謂的寶物 像我們剛剛談的庫拉林裡頭的貝殼座的項鍊跟手環 或者是在Polethe裡頭的那個銅桿 其實都是不可異化的物 那這一些不可異化的物 透過他的起源神話 各種歷史傳說是具體化 個人的認同 氏族的歷史跟神的存在 就是當你擁有這個物的時候 其實那一個整個物所代表的神的性質 那整套的歷史的記憶 他就會重新再現 所以他認為宇宙觀並不是一套很抽象 好像很遙遠的觀念 他反而是透過這一些物的出現 這些物的存在 讓宇宙觀其實活生生的 就讓所有的人可以感受到那一個神的力量 然後那一套歷史的記憶 譬如說他談到毛利人 他們的斗篷代表著神跟祖先 那只要那個斗篷出現 然後那個所謂的Chief在揮舞著斗篷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祖先的再現 或者是你們想一想 我們在那個第二周有談到面具 談到名字 那個面具就是當Kakutu 或者是印第安人 或者是澳洲的原住民 當他們戴著那個面具的時候 他們就具有某種神的性質 好像又是神的再現 然後當然也賦予那個戴著面具的人 某一些特質 甚至造成他心理上的改變 所以這是他談的不可異化的物 就是物是具有人跟神的特質 然後那個物的出現 可以讓整個歷史記憶 可以活生生的再現 所以他認為宇宙觀是具有動態的力量 這裡OK 第二點他跟Moss 比較不一樣的論述 他是集中在物 他說當在交換過程中 當物被不同的人擁有的時候 他的起源歷史一定會有所創新 就當我去換到這個物的時候 我要讓這個物成為我自己的 或我氏族我部落的寶物的時候 我又會重新去創造這個物的一些歷史傳說 讓他成為是我這個氏族的 我這個家族的寶物 甚至在那個物的形質上面 也可能做一些改變 就是可能把他做像織布 可能就有一些圖文上面的改變 所以他基本上透過不可異化的物 他其實在交換的過程中 他的神話傳說 甚至他的形質上的改變來談說 其實社會是動態的 不可異化的物 可以扮演變遷的媒介 譬如說織布 織布他的圖文可以有所改變 或者是石斧 或我們剛剛談的銅感 甚至軟玉 甚至骨頭 這一些不可異化的物 其實都是可以在流通的過程中 不斷重新有他的歷史傳說的一個 再創造的過程 甚至形質的改變 他認為其實這裡有一個 他認為說 其實因為物可以透過這一些過程 來重新去合法化權威 所以他這裡有一些 他對於權威的 什麼叫權力的討論 那這裡我就先暫時不談 這裡OK嗎 對於不可異化的物 他要強調的是即使是primitive 那個文化都是一個 不斷在創造的過程 而不是只是靜態的社會 你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周遭有沒有什麼不可異化的物 你們家有沒有傳家寶 或者是我們的社會 其實Winna 舉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談說那個不可異化的物 其實在 他也是舉了一些 古往今來東西的例子 他比如說談東方 東方的玉璽 他就認為是一個不可異化的物 就是好像那個玉璽出現 就有那個什麼皇帝 就是好像是天將神意要來 就是要來扶植一個新的皇帝 然後你們知道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不是常在談蘇格蘭群嗎 蘇格蘭群其實也是每一個家族 有他自己的圖文 所以不能隨便亂穿的 我等一下其實想要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塞德克的研究 所以我要談文化產業 然後我要談那個圖文的意義 不斷有一些 我基本上是認為圖文本身就是一個意象 他本身就有多重的意涵 他在新的情境之下 又不斷跟新的意義結合 而且那個織布本身在當代 又可以具有一些當代的意義 就是在當代資本主義 非常紛亂的情況之下 其實織布本身就好像一個修煉的過程 就他在當代又會被賦予一些新的意義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透過那個文化產業的例子 再回到這個物本身的意義的創造 再回過來談 那Winner 的研究裡頭 其實他還很強調女性的活動 他說其實有一項織布 其實織布在很多社會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靈力的傳承的角色 我等一下也會談說其實織布 應該就是一個女性的儀式 他中間有很多當地人的 神靈的一個具象化 或者是很多文化規範 都被交織在那個織布當中 那Winner 其實很重視的是 從不可異化的物來看女性在社會關係 跟在宇宙秩序在生產的過程中的重要性 他譬如說談到毛利人的織布 他說其實毛利的貴族有權利的 他們有一種力量叫Mana 然後這一些有權利貴族的女性 他們在織布的過程中 他本身的Mana 的力量 就會被織到那個布裡頭 而且這一個力量是 這一條布是 那個女生他生產之後用來包裹小孩子的布 所以透過這個布 其實又把那個女子的Mana 的力量 再傳遞給小孩子 就是他透過織布其實是要談 女性其實在很多的生產活動中 或者是在宇宙觀的在 那個維繫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人類學裡頭有Follow這個例子 做了很多就是女性如何去保有一些傳家寶 譬如說在一個菲律賓的回教社群的研究 他去談說其實因為當地 因為經濟的關係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黃金 黃金不僅是既是用的 而且也是一個 在那個經濟變遷過程中 黃金是可以用來不斷做交換的 譬如說當家裡 譬如說先生創業 給小孩子唸書 那需要錢的時候 那一個照管那一個黃金的女性 就是家中的女性 他其實負責黃金的照管 因為他平常要做很多的記事活動 然後當家裡有經濟需要的時候 那個女性就會把黃金 拿去當部裡頭做點檔 可是無論如何 他一定會在想方設法的 把那個黃金再贖回來 所以黃金其實有女人照管的過程中 他一方面不只是作為儀式性的 一個不可異化的物 而且當他在那個當鋪之間流動的過程中 其實反而賦予這一個物更多的 更豐富的社會記憶 就是家裡有各種男人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都是透過女性非常的靈活 使用這一些 就是黃金跟金錢的一些交換方式 讓可以解決家裡的各種經濟的需要 所以反而那個物是透過在這一些 譬如說在當鋪或是在人跟人之間 不斷借貸的過程中 去豐富他的歷史記憶 就是由女性所保有的 這一些不可異化的物 其實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是可以被賦予很多新的意義 還有跟當代的情境互相結合 就是人類學後來有很多 特別談這一些女性的活動 所扮演的重要性 其實漢人研究也有談說 其實在中國東南的那個 因為整個絲綢的製造 也是由女性在扮演很重要的 生產者的角色 就是Winner他基本上要談的是 社會文化的再創造 還有女性在整個過程中 因為透過那個不可異化的物的 一個造管或者生產 或者是不可異化的物的流通 其實可以去在整個社會關係的一個 在創造或宇宙秩序的一個 更新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些女性怎麼樣 這個因為沒有彩色的 就是Winner的書裡頭的圖片 不過就是她們穿著非常非常 具有社會意義的一些服飾 然後當她們穿著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祖先的在線 那第三點其實要回到禮物交換 跟商品交換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說 Moss強調禮物交換 是因為他認為在當代商品交換 所造成人跟人之間的抽離 疏離 斷裂的過程中 其實禮物交換可以重新去建立 長期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而且禮物交換不是在那個當下 要算得清清楚楚 而是有一套非常 就是彼此對於價值是什麼的 一個衡量方式 然後回到個人本身的特質 或者是個人本身的能力 來做價值的衡量 可是Moss有這一種 對禮物交換的一個關懷 那接下來有個 Gregory 這一個人 他就把禮物交換 跟商品交換的性質 做一個大概的邏輯上面的討論 他認為禮物交換是 不可異化的物的交換 而且透過這個不可異化的物的交換 建立了人跟人之間互惠的關係 這是禮物交換的性質 那商品交換是可異化的物之間的交換 透過商品交換是建立物跟物之間量化的關係 就是物跟物之間是否等值的關係 而且通常商品交換會有一個 可以衡量價值的標準 譬如說貨幣 這個是 Gregory 大概一個邏輯上面的討論 可是接下來我們討論的是 可是在大部分的社會裡頭 其實禮物交換跟商品交換 不是截然對立 商品可能在相互依賴的人際關係中交換 金錢同樣可以傳遞道德價值 那這裡我先舉一個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你們想我們現代的商品 其實還是具有人的特質 譬如說服務 我們現在就是服務業 很重要的一個時代 其實服務是具有人的特質 就是你服務的好不好 其實都是看你願不願意用心投入 尤其在日本的職人文化裡頭 其實所有的商品 都看你自己的心意而定 就是在職人文化裡頭 不管你做什麼 你有沒有心 其實就會變 讓那一個物本身是不是有價值 然後譬如說 其實你們最容易理解的是 當代的文創產業 所以我等一下最後是希望可以談那個 就是我一個關於賽德克文創產業的研究 應該是文化產業的研究 我要談的是 不只是那個布的圖文 其實可以在新的情境之下 不斷跟新的意義結合 然後又具有一些當代的 新的面向 而且很重要的是 其實我要談的是 文創產業裡頭是經濟跟文化的結合 就是台灣其實不斷在推文化產業 所以其實文創產業很重要的是 文化如何以經濟的方式來呈現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文化一定會被課題化 文化一定 那到底什麼是文化 一定也會不斷有競爭性的論述 就是所有的工作坊 可能對於文化是什麼 或對圖文是什麼 其實會有不同的詮釋 甚至中間有很多的競爭性的論述 所以接下來就是談文化產業 其實我要談的是 文化如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甚至在這過程中 有很多各種不同的 譬如說國家的不同的單位的介入 然後因為各種的 就是意義是一個 不斷重新被競爭跟詮釋的過程 甚至中間有很多權力之間重新創造 重新去創造跟確立的過程 就是我等一下會談文化產業 我大概會談這一點 然後這裡大家就讓你們知道說 現代的商品其實還是可以具有人的特質 你們還有沒有什麼例子要分享 就是當代的商品 其實我們有很多學生後來都投入一些 部落的文創商品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台大有創創學成 所以我後面有一些例子 其實也是同學在上課的時候分享 當代的很多文創產業 或者是有一些所謂的社會企業 其實都很希望即使是商品 它可以負載更多的意義 包括就是對於土地的友善 然後包括人跟人之間的平等關係 譬如說有很多的 好我等一下再談 就是包括有一些公平交易的商品 所以當代其實很多人投入在這一塊 就是即使是商品 可是可以希望它可以賦予更多的 對於土地的友善 對於家鄉的社會關係的重新建構 或者是對於我們看不到第三世界的 一個公平交易的一些意義 所以這裡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金錢同樣可以傳遞道德價值 然後另外一個我要談的就是 其實商品也有可能在相互依賴的人際關係中交換 或者是其實如果回到Kula Ring 其實有一個我們劍橋老師叫Kith Hart 他本身是政治經濟學者 他認為經濟不可能是獨立的 他認為經濟一定是跟政治一起運作 就是不會 他基本上認為不會有一套獨立的經濟體制 那他舉的例子 他舉的那個Menosky的 就是Kula Ring的例子 他談說其實即使是Kula交換 當地人都會去衡量當時的政治的情況 是不是穩定 因為他們Big Man基本上是 必須要透過交換來建立權力 可是如果戰亂很多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透過 就他們就不選擇做禮物交換 因為禮物交換它是一個長期的交換 我今天給出去不是馬上收到回禮 我是下一次我在做逆時針的交換的時候 再拿到另外一個回禮 所以就是我這個時候順時針交換我給出去了 然後我可能逆時針交換的時候 我再拿到另外一個閉環 所以他說其實當地人在做交換的時候 他們會去衡量當時的政治情境 如果非常的動亂 他沒有把握 下一次可以再拿到回禮的話 他就會選擇以物易物的交換 就是在那個當下 可以完成一些物質之間的交換 所以Kisshart 他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者 他其實是要去談說 其實經濟即使到當代 他其實都不會完全獨立於政治在運作 那這一點其實那個Pleni有 你知道Pleni 我剛剛談那個Pleni 他不是談三種交換嗎 他其實有一本那個巨編那一本書 其實也是在談其實經濟發展過程中 各種政策的決定 如何影響經濟未來的發展 甚至我可以再提供給你們一本書叫做 《歐洲語沒有歷史》的人叫那個作者是 Eric Wolff 我可能到時候再寄給你們 他其實也是在談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其實中間不同國家的政策的制定 怎麼樣影響到 即使是歐洲這一些國家 都有不同形式的經濟發展的過程 那我這裡要談的是說 其實這一些學者都強調 禮物交換跟商品交換的邏輯 就是他們的實踐過程 其實是會可以相互的轉換的 那這裡有一點困難的 就是其實禮物交換也會存在著惡跟危險 這個因為會牽涉到整個那個印度背後的 一個cast 或是他們的宇宙觀 我想我這麼短的時間沒辦法講 就這一個我不會考你們放心 就是禮物交換所謂的純粹的禮物 就是你不希望他再回來 一定是那個物的本身其實負載著一些 你認為 impure 就是在印度的社會裡頭有一些impure的 一些特質 雖然不希望那個物再回來 可是 pure 跟 impure 就會牽涉到印度社會裡頭的宇宙觀 還有他們的整個接續的界定方式 這個太複雜了 我就先放到這裡 就你們只要知道說 其實的內學後來還在談說 其實前面的這些禮物交換 都不是純粹的禮物交換 因為他是一個長時期的交換 透過長時期那個物會再回到我的身上 可是有另外一種純粹的禮物 是我不希望他再回來 然後有一個印度研究的學者 他 Perry 他就在談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純粹的禮物 是在有國家獨立 還有獨立的經濟體系 跟獨立的一個世界宗教的體系 建立之後才會出現 就背後有一套宗教的觀念 讓這個純粹的禮物 有一些物你就覺得他給出去之後 就不要回來 這個我就先跳過 因為裡頭有一點複雜 那我這裡最後其實是舉一些 你們其實可以去討論的例子 就是在當代的情境之下 也是有一些禮物交換的情況 一個是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你們知道嗎 還滿有名的 就南機場一個鍾情禮的禮長 他很厲害 他就是可以用各種方式去跟 跟企業 譬如說跟家樂福 跟當地附近的超商 去換來一些物資 然後現在因為他有名的 其實捐盛的物資應該要更多 然後他就換來的物資之後 他就照顧他的禮民 因為當地有很多的弱勢者 他讓禮民們 就是觀寡孤獨者都可以拿到點數 就按照他的情況拿到點數 然後用那個點數可以去換商品 甚至如果禮民們願意從事一些清掃 一些社會服務的工作也可以拿到點數 所以他這個叫幸福食物銀行 他其實是在當代的情況之下 就是商品交換的情境之下 去做另外一種禮物跟再分配的交換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在家樂福就有看到 其實他就跟家樂福講好說 就是顧客來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會讓顧客知道說 你今天買了東西他會有 家樂福會再捐另外一份同樣的東西 一起給這個食物銀行 或者是我有在那個地方 就是有附近的超商 他也會談說 他會有一個價值就是說 你願不願意 例如說用比較便宜的價格來買這個米 然後這個米其實就是 等於是超商跟顧客一起 來捐給當地的食物銀行 這個是一個當代的食物交換的例子 然後生態率上下游你們知道嗎 生態率是做公平交易咖啡 然後商下游其實比較跟小農合作來做行銷 其實你們可以稍微看一看 當代其實他們在談的社會企業 一個就是對環境友善 或者是談社會平等 社會企業有一些他基本 他基本上還是必須要能夠 獲利來維繫這個企業本身 就是他跟NGO不一樣 他其實基本上還是要獲利 可是在這個獲利的同時 他其實是要把這個利潤回饋到生態 或者是回饋到弱勢者身上 這個其實社會企業在台灣 其實是國家還滿重視的一塊 你們也可以找相關的一些討論 好像我記得11月是社企業 然後有很多相關的一些活動 因為我們學生其實都還滿熱衷的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就知道了 滿多他們的活動 然後綠點點點點這也是學生提供的 就是有一群人他們很有心的 做各種的物資的回收 譬如說去回收很多的木頭 然後這個木頭再來教 再來就是教那個參與者 怎麼樣把這個木頭 再做各式各樣的一些家具 或者是我之前辦工作坊的時候 就有一個綠點點點的人來說 他們可以用那個木頭來做一個織布箱 我就覺得很厲害 然後老寮應該也同學也多少聽過 他其實是一個台大社會系的畢業生 他回去那個南莊去創 重新去找到一個地方連結的方式 他說他剛回去的時候覺得 地方政治好複雜 又派系很多 然後你一進來就覺得你好像要來分配什麼資源 可是他後來就努力把 地方各種不同能力的人整合起來 譬如說各種 你要發展所謂的地方產業 你需要各種不同能力的人 要懂形象 要懂當地的各種文化 可以說故事的人 然後後來他們就做了一個hostel 然後做了一個hostel之後 就我們學生常常有人去打工換宿 是之前我還遇過有一個憂鬱症的學生 然後他去打工換宿 他就覺得他就身心復原了 就是每個人例子不一樣 他談說其實我們也有自己的畢業生 其實回去部落在做很多的社區營造 然後重新結合部落裡 或者是社區裡頭具有不同能力的人 然後甚至跟外界可以有 不是那麼商業化的關係 譬如說我們學生會去打工換宿之類的 然後我自己的學生其實在做很多的 跟部落的合作有成功有失敗 就是有一個例子是 我們學生他想要幫部落賣香菇 然後一開始 那個鍛木菇其實很好賣 然後價格很好 然後一開始就是產量穩定 然後品質穩定 然後就一堆人訂購 可是接下來 因為鍛木菇會牽涉到他的木頭不夠 其實他沒有辦法那樣大量的生產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有產量不夠 或者價值或者是那個品質比較不穩的情況 所以我學生就會夾在中間非常的尷尬 因為他合作的那個地方 其實他們還沒有辦法完全去適應 所謂資本主義的邏輯 就是你要穩定的供應 要穩定的品質 那基本上我也沒有辦法說好或不好 因為我覺得布隆還滿可愛 就是他還沒有 某個角度就是 還沒有完全被資本主義一手洗禮 他還是在過他自己的生活 他覺得這種生活方式 就是他想要過的生活方式 他不會因為要做一些穩定的供應 然後就去砍伐過多的木頭 然後去把自己的勞力不斷的 就是日以繼夜的工作 就是我會看到說 因為台灣價值的單一化 其實整個結構的壓力是由 就是由年輕人在承擔 可是年輕人要面對的 還有一個全球化 其實普遍的薪資 因為整個全球化就是勞力 就是勞力一定往薪資低的地方 所以會造成其實薪資一直都非常低 所以年輕人承受了整個大的 一個全球化的壓力 還有台灣單一價值的壓力 所以我其實幾年帶下來也會滿憂心的 然後很希望的內學其實可以 讓這個社會有比較多元的價值觀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上課的時候 學生也會常常分享他們跟地方的連結 或者他們怎麼樣去做社會企業 雖然我也知道中間有一些陣亡的情況 可是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社會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教育成功的地方 就是我們學生真的能力很強 可以結合各種的地方資源跟網路的資源 然後又有創意去開 起碼去嘗試一些可能性 那中間是不是成功 反正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這裡OK嗎 就是我這裡其實是想要帶出說 讓你們可以再去關心一下你們周遭 應該其實同學那個時候分享 即使在台大校園都有類似這樣子的 就是跟小農的合作來做便當的情況 就來小農來提供一些物資 然後他們做好便當之後去幫忙做行銷 然後我們同學其實有很多人是對教育很有心 所以就是可能透過自己創了一些 自己募資去做一些教育的電台 然後來宣揚所謂的多元價值 那這裡就是讓你們留下一些 可以讓你們繼續去 可能可以稍微留心你們周遭 或者是這個社會的整個 整個那個很動態的發展 那後面其實就是在談說 其實我剛剛就已經在談 商品交換可以怎麼樣 透過什麼樣不同的方式 跟禮物交換結合 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意涵 那這裡有一個特別在談說 其實西方貨幣的傳入 對於傳統社會的衝擊 是我提到一個提夫人的例子 這裡其實後面的幾個面向都是要談說 那所謂 其實現代所有的社會 大概都不可能孤立自主 即使是這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都一定被捲入到一個 全球的體系當中 那對他們的影響是什麼呢 那有一些其實 就是整個社會價值可能開始受到改變 或是有一些是開始把外來的物 外來的錢重新轉化它的意義 然後可以讓那個 讓那個資本主義所代表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競爭關係 可以轉化成為部落裡頭 或加戶裡頭的人跟人之間的互惠關係 所以我後面大概就是在談 這一些變遷的例子 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提夫人的例子 提夫是在奈吉利亞的 就是他們居住在奈吉利亞 然後他們過去對於物本身 會有不同的分類 就是最有價值的就是女人 然後接下來就是儀式用的銅杆跟牛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日常用品 他們的物基本上有這三類 這三類之間基本上是不能夠去互換的 是女人是最珍貴的 然後儀式用的銅杆跟牛是刺織 然後日常用品的交換是一般時候最常進行的 可是如果一個人很有能力 他可以把用那個低階的物 去換取高階的物 人家就會覺得他的力量非常的強 就是他就有一種領導者的氣質 就過去基本上這一些物之間 不同類別的物是不能夠交換 可是當錢進來之後 其實打破了他們這一個物的類別 其實對於他們的整個宇宙觀 跟社會秩序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就是錢作為一個 open-office money 他可能就可以同時去交換這三類的物 不過這個民族制 薄荷能的民族制 他大概就寫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如果從當代來看的話 當面有沒有可能去賦予錢更多的意義 或者是去 就像我剛談的那個 就是在 Coolar Ring 或者是在 Podlatch 裡頭 其實他們可以把資本主義帶來的物資 整合進入他們的互惠網絡 或再交換的網絡 然後讓物資可以重新去建立關係 就資本主義帶來的錢或物資 可以重新建立關係 就不見得是資本主義之下的 那一種人跟人之間 或是人跟物之間的斷裂 其實基本上你們可以回去再看的 就是我要談的是錢的意義的轉化 或者是物的意義的轉化 我這一點其實想要用我的民族字來說明 基本上其實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原有的物在跟資本主義接觸之後 其實一定會被賦予更多的意義 就是物本身 物本身就好像意象一樣是有多重的意涵 所以它在跟資本主義接觸之下 它一方面成為商品 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實它還是跟原有的交換 或在分配的網絡繼續結合在一起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其實物反而可以有更多重的詮釋 或更多面向更具有創造性的可能 就是我大概接下來其實是想要談一個我的民族字 就是談那個文化產業 不過我有把我兩篇文章放上去 我有一篇文章是在談交換 一篇文章在談文化產業 那個交換那一篇文章 基本上我是在談說 其實泰雅部落裡頭有三種不同性質的交換 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換 還有禮物交換 還有日本人進來之後帶來的貨幣交換 然後我要談說其實當地人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轉化或結合這一些交換方式去建立跟外來的關係 甚至去轉化一些跟日本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跟外來者的關係 可是那個交換那篇文章 我也有放到SEBA上面 其實基本上還滿難唸的 因為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唸那個史料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去爬梳那個日劇時代的史料 因為我想說其實你要了解當代原住民社會 你要了解日本人如何去確立部落的邊界 如何去確立族群之間 那個本質性的族群分類 所以我就想要去談那個日本的治理 然後後來就唸了日本早期 就是早期大概六七年的文獻 我就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那個時候在整理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日本人在台灣各地的治理 其實會牽涉到每個地方官員 他對於當地的了解治理的方式不一樣 而決定那個治理的成功或失敗 所以其實殖民主義不是一個普遍性的觀念 他要看很實際的各個地方的在地治理的方式 然後我自己研究的那個 我自己做田野那個地方 他基本上就是日本的殖民官員 可以用當地的交換方式 就是去跟當地人建立交換關係 所以我自己田野那個地方 就是大湖區那個地方 他們本來從清朝以來就是戰亂連連的地方 可是後來日本早期 因為日本的官員用當地的交換方式去建立關係 所以後來其實就相安無事 然後相對而言在宜蘭或者是南投 就情況就剛好相反 不過那篇文章我是真的覺得不好唸 所以我今天沒有打算講 不過我基本上是要談 就是各種不同交換方式之間的轉換 然後人如何透過這一些轉換的過程 去建立關係 那個關係不只是族群內的 其實我基本上在談 其實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本質化的族群觀念 那一篇文章我覺得 中間有一些還滿重要的 一個就是對於族群關係的一個重新思考 然後一個當然就是對於這一些外來物的意義 以如何轉化成為部落自己的社會文化遺憾 然後被部落人所接受 每篇文章我其實都有感情在裡面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寫那篇文章 是因為我在做田野的時候 部落人常常在跟我講說 那個他們在清朝在日本時代 他們常常就是翻山越嶺 就是我那個地方其實在大恩西 可是部落人他們不是順著大恩西出去做交換 他們是翻山越嶺到大湖去做交換 就是他們背著非常非常重的獵物 然後去跟大湖去交換 你們一定沒有想到他們交換什麼 他們會除了交換日常用的鹽跟鍋子 他們會交換紅布 所以我那個時候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去爬蘇死料 後來我去看到說 其實他們交換的紅布 他們是把它織入他們自己的衣服當中 他們會把那個外面的 就是他們真的是翻山越嶺去換來 就是真的是背著很重的獵物 到大湖那邊去跟漢人跟日本人 去換來的那一塊的紅布 他們是把那個紅布把它拆開來 變成紅色的線 然後織入他們自己的衣服當中 然後那個衣服的圖紋 其實就代表那個織者本身的一些社會關係 就是還有那個織者本身創造的過程 所以那個外面換來的紅布 其實到了當地 它會變成一個當地人建立社會認同 跟社會關係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寫一篇文章 大概都是有某一些田野情境 讓我真的覺得很好奇很感動 然後我後來當然也陸續去分析 除了紅布我分析貨幣 那貨幣又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因為貨幣會被整合進入那個 治療被黑污 就是他們有黑污 然後黑污會讓一個人生病 然後要治療這個病的時候 他們會用砍那個硬幣的方式去治療 所以我大概那篇文章是在談說 不同的交換方式的轉化 還有這一些外來的物 像紅布 像錢 如何在當地重新被賦予意義 不過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我沒有打算講 其實想要講一個比較可愛的故事 就是文化產業的故事 其實我剛剛談的紅布 我等一下會繼續談 我覺得那個紅布是一個 我一直就是當地人從外面換來紅布 然後把那個紅布把它拆開來 變成紅色的線 重新支入自己的織品當中 一直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文化意象 就是我認為文化接觸的過程 是怎麼樣把外來的文化重新去拆解 然後重新去支入自己的文化脈絡當中 這是我認為的色文化變遷 就是當地人並沒有失去它的主體性 他們反而用另外一種方式 在轉化這些外來物資的意義 那我接下來要談的文創產業 大概也是在這樣的脈絡 那因為只有五分鐘 我讓你們看比較可愛的圖 我基本上做賽德克的田野 然後我去了那個地方春陽部落 他過去曾經是 物色事件裡頭的達雅 孟娜魯道他們那幾個部落之一 然後後來 這個物色事件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後來物色事件之後 原來的部落被牽走 就牽到川中島 然後日本人從深山裡頭 再牽移一些部落下來 那這一些我做田野這個地方 他是日本人從 就是他原來就是四個部落 所以在這個脈絡之下 其實當地不斷 就是他們也是面臨衝突在整合的過程 可是其實織布的過程 讓他們可以跨越一些部落 原有的部落邊界 重新去建立社會性的人觀 那我大概整個部落的背景 還有那個整個歷史的脈絡 我就不多談 其實我基本上在談說 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 其實也是地方跟全球對話的過程 因為其實文化產業得以成功 包括了很多的基督教的牧師 天主教的神父 還有國家的力量的介入 那我這裡要談的是 他們對於圖文意義的詮釋 你們有看過這一些織布嗎 可以到我們的圖書館裡頭 我們的博物館裡面去看 有非常非常豐富的 泰雅太魯格賽德克的織布 那其實我第一個要談的是 織布的圖文在詮釋 就是我剛剛談的是說 其實物就好像意象 所謂的意象是它有 它是一種很美感的 它有很多重的意涵 然後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不斷跟新的意義結合 所以我那個時候訪問的幾個工作坊 其實他們對於布的圖文的意義 都有不同的解釋 其實都牽涉到他們的生命經驗 那其實他們的生命經驗 本身都非常的精彩 因為每個這一些支部工作坊的主人 他們可能從年輕的時候就到屋來 到什麼 就是真的是台灣各地去 去行銷這一些他們的布去建立關係 就是部落那個能動性 絕對比你想像中還強 那我這裡要談的是說 這一些工作坊的主人 因為他的生命經驗對於圖文 也有不同的解釋 譬如說這一個工作坊的主人 他基本上是用布的功能來稱呼圖文 譬如說 菱形文 他認為就是備單的圖文 因為通常菱形文是支在那個備單上面 這個是用布的功能來區分圖文 然後另外一個 他是把支布的圖文跟文面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都是他稱呼那個布的圖文 其實這一些都是文面的語繪 Wurling Wurgi 還有Nagi 就是也有工作坊的 是把工作坊的主人 他是把文面的圖 就是把這些支布的圖文跟文面相互結合 然後也有一些工作坊的人 他是把 他是把神話傳說跟圖文結合在一起 他就稱呼這一個圖文叫彩虹橋 可是彩虹橋其實是一個我們看不到的橋 你們如果看過Sedic Farlight 有看過嗎 他裡頭好像就談說 人死了之後要越過彩虹橋到祖靈的故鄉 那彩虹橋其實並不是真的彩虹 他就是一個 一個他們的 就是心靈的故鄉 或者是祖靈的故鄉 就是他本來就是一個神話傳說 可是也有工作坊的主人 是把這個彩虹橋的傳說 跟他的支布圖文結合在一起 這你們看起來可能有一點點辛苦 他就認為支布圖文裡頭的 這一些每個圖文都跟彩虹橋的傳說 他就是一個彩虹橋的具象化 所以他說這個就是入文 就是人的一生 就是這個入文就是人的一生有直的路 還有坎坷 反正你直的不好就是坎坷的路 人的一生有順遂有不順遂 就是人的一生的路 然後這裡是所謂的窦文 就是你的五谷豐收與否 就是在這裡 就是有一顆一顆的窦文 你們看得清楚嗎 用這裡會比較清楚 然後這裡就是所謂的天橋文 就是所謂很會支布的女人 會透過會走向 就是死了之後會走向天橋 然後到了這一個支布的女性的故鄉 就是他把整個彩虹橋的那個異象 把他跟支布的紋路結合在一起 不過他這個結合部落有很多反彈 就覺得說 彩虹橋其實是一個祖先的故鄉 而不是跟支文有這麼密切的一個結合 不過我這裡要呈現的是部落的創意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就是可以把很多的異象結合 然後也有人認為說 其實也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個彩虹橋 就是這個圖文本身就代表人生的 那個奮鬥的過程 因為其實你每一個 每個文物在轉化的過程 都非常非常的複雜 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圖文 然後有些人就認為說 其實就代表人生 其實你只要能夠突破這一個 非常困難的關卡 就海闊天空了 就有些人會把這個圖文 跟整個生命的經驗結合在一起 然後也有些人會把那個 靈形文跟心結合在一起 就是靈形文就代表你的心 然後有些人會把靈形文 跟那個貓頭鷹的眼睛結合在一起 就代表一種非常充諱靈敏的意象 就我要談說其實圖文本身 在當地不同的工作坊 其實可以因為他的生命經驗 可以有各種不同重新的詮釋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辦工作坊的時候 本來部落人都會很 就是很 因為每個人生命經驗不一樣 都會很執著於說 這個圖文的意義是什麼 可是後來透過工作坊 大家的交流才發覺 其實每個人對於圖文的解釋 其實就是回到那個圖文 或者是文化本身的多重意涵 其實就不會有一個固定的 然後好像很本質性的意涵 這個是我要談其實文化產業的過程中的 多重詮釋 然後我另外一個我很想談的是 其實我在這裡談的是 織布就好像女性的儀式一樣 因為裡頭有很多 他們對於超自然信仰的意象 或者是有很多嘎嘎的規範 在賽德哥叫Gaia Gaia或Waia 就裡頭有很多規範 可是在當代情境之下 他們特別把織布跟個人的修煉結合 這是不如你給我的語彙 這個是我那個時候在 訪問一個老人家的時候 他剛好知錯了一條線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們干擾了他 他就跟我說不會 他非常喜歡知錯的時候 因為他認為 當你知錯了 你在修補的過程中 其實也是在修補自己的內在 然後我後來發覺這樣的一個說法 很多的織女們 工作坊的主人都有同樣的說法 他們就說其實在當代 就是一個非常紛亂的情境 就是你一方面 其實織布還是要賣 然後你怎麼樣定價 或者是你可能要從別人那邊 拿到織布來做加工 其實那個價格本身是很紛亂的 就是你要怎麼樣維持 大家都高興的情況 然後在當代情境 包括對於文化的解釋 也可能會引來一些 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緊張關係 所以這些織女們都會 後來都會強調說 其實織布就好像一個修煉的過程 當他知錯了 他反而很高興 在整個調整的過程 其實是重新在調整自己的內在 然後重新在讓自己沉澱下來 可以不斷面對 就是當代各種紛亂的情境 或者是讓自己非常專心 後來我一直找不到很好的語彙 來描寫這個狀態 然後他們就說就是修煉的過程 所以我要談說其實織布在當代 又被賦予一些新的意涵 我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其實大概要談的就是那個文化在 就是從圖文這邊談 那個文化的多重論述 然後從這一個織布作為當代的儀式去談說 其實當代是一個個人意識內化的時代 那他們反而透過織布的過程 去不斷地修 不斷地去調整自己的內心 然後重新來面對這個紛亂的環境 就此外面對 moder人的環境 就不斷地去吞出 一定要當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